毛英琪 34岁 天津音乐学院舞蹈专业 各位企业家好 主持人好 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知道了 自省和反思有多么的重要 曾经的职场中我非常的安逸 一次被迫的离职 让我的人生跌入了谷底 七年的时间 我不断地在自省和反思中成长 一次一次地突破自己的安逸 走到了今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在这里可以继续突破自己 谢谢大家 刚才这段开场白说的 挺让我好奇的 我所有的进步 都是在每一次出错之后 然后不断地去翻盘 那你人生进步是不是很多呀 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人生是不是出错比进步还要多 我觉得出错就是下一个进步的开始 当然也对 失败是成功之母吧 对 我看看你的经历 最开始是做瑜伽教练的 对 离职原因是生病 对 什么情况啊 我刚开始是做专职 其实还好 然后在那儿非常地开心 后来因为店里面的一些情况变了 然后不是很开心 我就做了兼职 做兼职了之后就懒了 早上起得就晚一点 然后就是只是上课的时候去 到后来因为健身房要做那个年会 然后我们就特别地忙 上完课再排练 然后再上课再排练 然后那段时间一个月坚持下来 我就倒了 那是不是双鸣工作当中你挺拼的呀 还好吧 尽量做到自己满意 我看到你的第二份工作 就来到了这一家少儿培训中心 还做主管 对 其实是我进去之前 不知道我要当主管 我进去先做了亲子老师 在那个单位我换了得有八个岗 就是我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有理由吗 调你做主管 那个时候可能是岗位 还有缺失 因为我是舞蹈专业 然后就去试试 你这个等于做是空降对吗 做主管的时候 差不多 那你空降过去以后 那人家本部门的人服气吗 不服 就是我没有熟悉工作的这个过程 没有人帮我熟悉 就连交接都没有 而且我接到这个中心的时候 是这个中心面临危机的时候 什么危机啊 因为有一些老师刚开始 他进来的状态 就比如说在校的时候进来 然后教舞蹈 然后慢慢他又有名了 然后他们就会骄傲 骄傲呢 他就需要有一些要求 然后这个要求可能 我认为是过分的 人家就撂挑子 然后我第一个星期接管的时候 六十个家长排队退费 当时就跟这些家长是这么说的 可以退 因为我在的这个培训机构是挺大的 也挺有名的 但是只要我在这个中心 我是不允许你再报的 他们就少了很多展示的机会 当时他们就为了帮老师嘛 他们就退了一步 然后我就当时让他们给我留名字 然后我去协商 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然后他们就走了 接下来走了 至少我第一个星期没有太尴尬 因为那个机构它是 一天的人次量是在一万 然后走了之后 我就想寻求帮助 就真没人帮了 后来就是跟这个老师聊 跟这个老师聊无果嘛 我后来就去找领导了 我说我没有别的要求 给我一个权利 我要开了它 不要了 然后领导说 我不管 完成业绩就行 因为它是非常大的一块 就是它的家长不来 我们会少很多收入 因为我们当时背的任务是 三百六十多万一年 然后我就把它开了 然后它现在也挺有名的 还记着我呢 跟它处理完这件事之后 就是我的下属 我的下属就是 其实当时 我据我了解 是有人跟我竞争这个岗的 我就觉得我是炮灰 也不是我要去的 然后我去了以后 还被别人当成了敌人 那个感觉反正不是很好 后来怎么办呢 得解决呀 就找突破口 突破口就是我让你挣钱 我说你跑那么多 外面的课 你要不要回来 我不要 为什么 外面轻松啊 你不用看着我呀 我不用打卡呀 我想下班下班了 我可以提前回家呀 我说那工资呢 我不在乎 然后我说 你现在不在乎 以后呢 对吧 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虑 让自己挣得更多 我说我也不管你 后来就开始 姑娘 我真的有点听不下去了 就是你讲的 你讲讲方法论吧 方法论 你别像小朋友学话一样的 我跟他说了什么 然后我又怎么样 你的方法论就是涨工资嘛 对 通过调动一个人的积极性 来去拉动另一个人的积极性嘛 对 好 我们简单一点 其实就是工资嘛 然后后来就比较团结了 因为他知道我是真心为他们想 然后就解决了 解决了之后 所有的老师都开始从合班 其实就是降工资 降完工资以后再给新班 其实又是变相的涨工资 就这样 最后整个中心 我从到那儿到离开两年 两百多万的业绩升上去